花莲县后备指挥部指挥官武中庆上校一行人 12号上午拜会县长徐真卫 拜会过程中对于年度的防灾演练 县长徐真卫指出 县府和相关单位应该利用这次的大地震 所造成地形地貌的变化 重新评估并改进灾害强陷的应对措施 实施更精确的灾害防御演练 以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县长徐真卫首先感谢郭俊弟兄 同协助花莲县县消防局进行各项救灾工作 尤其是这一次大地震之后 国军弟兄权力支援 使得灾后复原工作更加顺利 而对于年度的灾防演练 县长徐真卫指出 县城府和相关单位应该利用这一次大地震 所造成地形地貌变化 重新评估并改进灾害强陷的应对策略 我们在这一次的地震里面 我们有很多的 天然的地形屏障已经都改变了 我们应该运用这一次的所有的状况 地形地貌的改变 我们在做推演的时候 以这一些为基础 然后去预见于仙 未来如果我现在秀林 我的崩塌这么大 对不对 我在崇德那也不是崩塌很大 那如果我强降雨这一些的土石在滑下 我下面这些人我该怎么做 好 这我们现在我觉得战中要做的就是 我们每一次就是我已经有 我们预想预推 我现在未来会发生什么状况 因应现在七八九月十月的台风季节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样 怎么样透过这个演练 让我可以很精准的去模拟 然后未来 我以前模拟过了 我现在比较心 比较稳 安定 曲正会强调所有的演练 都是希望能够透过模拟训练 来提升应对灾害时的心理准备 和实际操作能力 以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刘明胜 花莲市采访报导